陷入膠着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呼吁乌克兰人继续战斗 他并且要求美国要提供更多的战斗机 不过德国提供的2700枚防空飞弹 被爆料是前东德库存 大多都已经腐朽不堪 军事专家就分析了 未来这个俄乌战事 接下来是有五个走向 但是没有一项是乌克兰的胜利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遭遇到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呼吁乌克兰人继续战斗 泽伦斯基5号和美国议员设讯会议 表示西方要是不能够设置进飞区的话 那么就提供军援 包括战斗机 无人机以及防空飞弹 目前西方国家军援不断涌进乌克兰 德国宣布要提供2700枚斯特拉防空飞弹 但是遭到媒体爆料 表示这批飞弹已经库存35年 是前苏联制东德时期遗留下来的武器 其中至少700枚已经古时损坏 根本无法使用 国际专家分析 俄乌之战有五个可能的走向 像是军事尼老 乌克兰军对坚守国土迫使战事陷入僵局 或者是俄罗斯明星变推翻普丁 以及俄国因为拘令强大可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另外有两个发展让西方国家必须担心 就是战事可能蔓延到其他国家 变成与北约的成员国交战 最后形成世界大战 而这些走向都没有包括乌克兰的胜利 而这场战争中最令人意外的是 泽伦斯基的表现 他从喜剧演员摇身一变成为战事英雄 网友搜出他之前各种有趣的影片 甚至包括用下半身弹钢琴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把他当作一个 只会搞笑的政治家 记者综合